马路步步惊魂还有这一桩是桃园这名驾驶开车开到一半 突然看到一台卖场的手推车滑了出来 占据车道当时第一个反应刚赶快闪啊 只是呢看到车头过了身没过 他被车厢还被推车给撞倒了 那么来到卖场走一遭才发现说 这门口前面的坡度大约30度 那么手推车无故滑到大马路上 是人为疏失还是业者疏失现在要介入调查 开车开到一半方向登刀还来不及打 一秒变换车道全是因为他 卖场手推车顺着斜坡滑了下来 放慢动作仔细看 疑似一位顾客没有拉好推车 推车就顺势滑到大马路上 驾驶急闪投过身没过 手推车碰撞到后车厢发出声响 民众看到这一幕都说好危险 会不会觉得这样放外面会太危险 因为他跟迷马路冷静 所以你们也会谈起来 对 迷马路冷静 实际来到卖场门口前的斜坡 大概有三十度 手推车停放在平台上 两旁有栅栏围住 这坡度让驾驶就算打到了P档 也一定会拉起手刹车 来购物的骑士们 机车一定踩中柱 就怕再滑下去的不是推车 在怀疑是不是昨天有人没推好 然后滑出去 还是有人在玩 也不知道 迈场表示总公司已经介入调查事情 原委不便再多做发言 推车无故滑落是邪不太邪 还是顾客的粗心 总之这突如其来的马路第四宝 实在让驾驶下一大跳 记得翻过去 今天爱宝陶渊采访报道